如果说鱼雷是水面舰艇的噩梦的话 那么深水炸弹就是潜艇的噩梦了 我恰好找到一段水下爆炸的慢镜头 咱们一起来看看 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到 在爆炸瞬间会产生出第一波冲击波 接着由爆炸制造出来的气泡 会迅速扩散带来第二波的冲击 再然后气泡被水压缩 压缩后积蓄了能量又再度膨胀 带来第三波 如此反复直到能量耗尽 但是锤子却已经抡上了第N波了 尽管潜艇本身就是为了抵抗压力而建造的 当然这种由深水炸弹产生的爆炸超压 还是会造成停体进水 管道爆裂生枝 停体破裂 直接就涨身水底了 二战中期为了对付 长得越来越深的德国U型潜艇 美国采用了一种 类滴型的全新深水炸弹MK9型 配合上专门的压载重量和尾部骑片 它可以比之前的MK6下沉的更深 更快更稳 通过提前设置其内部的水压隐性 当深水炸弹下潜到一定深度时 就会被引爆 从而逼迫潜艇上浮 但有个问题 其中一些是在他们还负责水面上市 就被盯上了 而另外一些来源于情报 1941年5月 英国人从一艘被迫上浮的U型潜艇上 交货了一样好东西 那就是德国人的机密 恩尼格玛密码机了 这个消息被严格保密 因此德国人并不知道 还在继续发送经过恩尼格玛密码机 加密的信息给其他的U型潜艇 及其支援舰传 英国人这边 将密码机通缴获的文件两相结合 就把这些加密的信息给破译掉了 于是便能够定位和集成更多的U型潜艇了